心机飞最大的问题是搅混了一滩污水 还想做污水里面唯一的神 他教会了一些教徒看配料表 却没有说明真正的猫腻 永远不是配料表中能够表明出来的 随着东北鱼姐的翻车 让公众发现了藏在配料表背后的猫腻 热度三去才发现原来新盛也在无形之中 深陷争议 三连加关注 深夜见看叶伯父 这里是24年冲击100万粉丝目标数的阿卜主归零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新盛新极飞 同志们啊起来 最近随着东北鱼姐的一包粉条翻车 有视频爆料出鱼姐跑路了 拍摄用的场地也退租了 让人不由的多想 明明赔钱或者拢处理等等手段 就能解决着那么点事 为什么鱼姐团队要集体跑路 毕竟因为卖货翻车的网红 可远远不止他一个呀 赔点钱东山再起 放弃2000多万粉丝的账号 你想都不敢想呀 除非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当然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那么你们觉得鱼姐背后有猫腻的扣1 没有猫腻的扣2 但是看过鱼姐那期节目的小伙伴 应该也看到了愉快园区内的疯狂 我们坐等后续吧 而知名职业打假人 阔虎逃口子的王海 也将矛头对准了 靠着所谓的揭秘行业内幕的打假斗士星级飞 也被称为新盛 之前我们讲过屠龙重龙气烈的时候 曾经聊过星级飞 归零我个人对这个人的态度是相当负面的 以一人之力造成社会恐慌 连官方辟谣都被一些教徒扣上了阴谋论的帽子 这么一题好像他们都是为我们的健康 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说出信息可以给我 首先在那之前从来不会和贴标的 我在超市里面看到这两个戒架放在一起 我肯定会包装好高大上的 这个罐头外观那么丑 也没听说过 肯定是他 但是呢 开始学会和贴标表之后 又查阅了很多资料 对你之前 还发现这个罐头才是真真正正的看见架 那个套品牌的只是看见沙斯 味道有提安党质 这些事实让我有了更多的选择 并且知道如何去行的 至于我有一个焦虑 我更加有焦虑 所谓的焦虑 同种是从毫无论时开始了 现在从毫无论时 我实际都能有添加剂 我想说的是 你们这些主流媒体 你们有没有成长的去超市 去商场和那些不小流失 一高小的路律师 里面上有一样的尺种添加剂 我先请问 我们这些食品都要是 我吃了这些到底行吗 其实你们谁能告诉我 还是那句话 你也决定对于错 我们支持食品专业人士来进行食品控制 但是 我们需要一个人贴标的时候 你们能够贴标 新极菲卖给家人们的红薯粉条 居然没有红薯成分 报告 新极菲又卖假货 红薯粉条里没红薯 新极菲代货代言的 纯原型红薯粉条里没有红薯基因 却检出了木薯基因 更加讽刺的是 新极菲在视频里 手持纯原型红薯粉条 还特别强调 有的红薯粉条里加木薯粉 因为木薯粉特别便宜 同时明确表示 手中这款配料只有红薯淀粉 这配料表只有红薯淀粉 不餐别的 没有木薯淀粉 不加食品压力 没有科技与很糊 这款产品你就吃吧 现在借助自己制造的 社会恐慌的大流量 开始卖货了 我认为这种行径 比传统讨口子的打假人更为恶劣 毕竟打假人打的是无良奸商 向他们讨口子 而星际飞等新式的打假人 无非就是企图 以自己制造的行业标杆 来代替国家定的行业标杆 以此掌握话语权 为己谋利 这可是要比传统的讨口子 要恶劣更多的呀 同意的口译 而这一次传统讨口子 碰上了新式定标杆 老打假死磕新打假 王海直指新机飞带货的红薯粉条 也有问题 5月16日 王海就在新机飞直播精选账号 花费了59块9 买了一个所谓的 纯原型手工红薯粉条 并将其直接送到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结果第一次检测出了木薯成分 第二次检测 则未检出红薯成分 王海也是针对的是 新机飞的虚假宣传问题 毕竟这个挂羊头卖狗肉 新机飞曾经在带货短视频里面表示了 货品配料表只有红薯淀粉 没有木薯淀粉 如果粉条确实有问题 消费者可要求退一赔十 而不比辉军团队跑到于解园区 讨口子这样的迷惑行为 面对有理有据 有法可疑的王海团队 那么新机飞方面 只能选择明着打舆论战 该粉条的生产厂家 设齐县 纯原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 立刻发表声明称 质疑王海的检测报告 并且表明在王海打假过后 他们对自己公司 该批次的产品进行了抽检 并对工厂进行了排查 在检测报告出去后 将第一时间公住于世 在厂家发布声明的当天晚上 新机飞也在直播中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称 有没有翻车 要以职农部门检查结果为准 不是个人拿着检测报告 说了就算数的 如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根据调查结果要进行处罚 他该赔钱就赔钱 也就是说他不认可 个人的检测报告 哪怕是个人 经过专业的 有权威的机构 检测出来的报告 他也是不认的 但是新机飞 真的有他说的那么真诚吗 我们继续往后看 在直播中新机飞也对王海的检测报告做出了质疑 拿出厂家的检测报告做对比 表示王海视频里的检测报告 连委托单位地址报告编号都没有 纯纯一张无效报告 拿个无效的或者是PS过的报告 就在这带节奏 那你拿出厂家的检测报告 不更可笑吗 自建的报告就像凭节奏 弹幕作为一波高手 是吧 我为啥给人道歉呢 因为我产品没有问题 我为啥要道歉呢 我说了如果产品有问题 我道歉我要赔偿 那我没有问题 我为什么要道歉呢 那不就是兴许的表现吗 他都知道咋回事 人家都不爱自私 这要让我说的话 那我就说一说 因为什么你委托答案 你不想漏 你一漏的话 你虽然说是打假人 但是你这打假人 是公私形势的 公私形势 你是如何盈利的 你是怎么上税的 你个人是如何盈利的 你个人的个税是不上的 告的我就不用告了 平凡法告的了 他那个到时候就是那种 去跟那个上面去交辩 平凡法告的了 平凡法告的 然后那个官司 你要能打赢的 记得发个作品 到时候我去围观一下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专业做视频的 你专业做视频 你看到那报告 报告连委托单位都没有 然后你就相信了 你自己 话说啊 这个高手过招 招招致命 你想想 心急飞一个化学名词 代替通俗教法 就能混淆视听的高手 必然他不简单呀 而王海也讨了 这么多年的口子 更不是个善茬 首先他透露 摄旗县 纯元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本身就不是一家诚信企业 早前有一次充好的前科 早在今年1月10日 和4月2日 被当地监管部门抽查 未检测出红薯成分 在9月2日 摄旗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也做出了 没收违法所得 319元 并判处罚金 5.1万的行政处罚 并且王海在视频里 也打电话 证实了 木薯淀粉的成本价 2.5公斤的红薯粉条 需要5公斤的红薯淀粉 成本则需要50元左右 纯元请红薯粉条 心急飞 2.5千克卖59元 连成本价都不够 你还哪来的利润呢 对不对 你想想中间扣出了人工水电 物流仓储等等等等 他拿什么赚钱呢 觉得有问题的口意 而9月27日 心急飞方面发布视频 想要推一赔时的这些朋友们 所谓的朋友们 让你失望了 这次你可能理财没有成功 称这次让讨口子们失望了 我们这次绝对的没有问题 巴拉巴拉扯了两分多钟 中心思想就是没有木薯 全是红薯 结果在这个视频里面的逻辑问题 别说网海了 连普通网友都看不明白了 他们纷纷质疑 首先你们家卖的产品规格是哪里来的有800克呀 你们家也没卖过这个特殊呀 还有你让一个厂家有了质疑声 自己送简自证清白 这种做法的说服力 是不是就像桂林在自己的节目里面 说自己不是无良自媒体一样 没有可信度呢 是不是啊 一样的可笑嘛 人家别的地方的一些市场监督管理检查超市的时候 都是直接去超市 随机对东西进行检查 而不是销售方自己送这个东西 去管理监察局检查 要不然你送简的是一个标准 销售的又是另一个标准的话 那么这种行为又怎么能说明你们这个产品没有问题呢 没有猫腻呢 而很不凑巧的是 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做过工厂的这个人 都说这种特供版的情况其实是存在的 所以说注意 这里就陷入了一个新盛的无敌逻辑陷阱 就是因为他送简的产品说自己是清白的 然后如果消费者送简的产品有问题 则无法证明是不是从星级飞这方面购买的产品 只要星级飞一卖惨 称是自己动了行业利益被人搞了 栽赃陷害 于是就会有大批的新教徒吃着套啊 那么你想想他之前也不是没有玩过卖惨的这一手啊 所以这一次王海这一拨讨口子他就不好讨 我一开始就说了 我们不应该在网上迷信任何人 你想想靠一个人看个配料表就能整顿整个食品圈子 这么多年的问题 它有那么简单吗 现在新盛自己就变成了那个站在消费者对立面的疑似虚假宣传的人 有了一定行业话语权的大网红 那怎么办 我们再去另立一个新神吗 觉得星级飞爆火本身就是个笑话的扣一 觉得星级飞是整顿行业的雇佣者的口味 显然的我认为是一 多少万个家庭 因为我一句科技又很活 没有收入了 以前就是想法太简单 非黑即白 其实有些道理你要讲 我的老板经常都讲 你拍了个什么辣条 辣条你知道多少人靠在吃饭 多少家庭要靠在生活吗 那辣条本身就这产品特性啊 你不放没人买啊 对不对 你不放这些就是说什么铁费剂啊 提鲜啊 增强啊 谁谁是辣条啊 你别说小孩的就给你 你也不是 你以为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也不是 所以说这个产品特性决定了 这个产品就是在市场上 就是这样的定位 就是这种定位 你不放没人买啊 没人买这个企业就黄 黄下面几万人的员工 多少多少万个家庭 因为我一句科技又很混乱 没有收入了 那我就犯罪了 所以以后这种视频我经常扫 紧接着王海这边也发视频回击了 跟新机飞看似坦坦荡荡 其实啥也没证明的行为不同 王海这次直接讨了一波大的 他直接质疑起了这次新机飞方面 送检程序是有问题的 一开始王海例行公事 讨口子你给我钱 我不曝光你 对不对 虽然上不得台面 但是这也是他们讨口子的方法 然后新机飞这边拒绝了 并且13号给予了王海回复 但是18号才送检 那么问题就来了 市场局既不从直播间里购买产品 也不从消费者产品里面进行抽样 反而去已经被举报了的工厂抽检 结果工厂提供的产品规格 与王海送检的产品规格不一样 王海买的是2.5千克的 你们送的是800克的 王海说 这其实就是赤裸裸的毒质 而且报告中 没有标注抽样人员和时间 完全的不合规 王海并表示了 国家局抽检两次都发现了其中有问题 你们现抽查就没有问题 那到底是谁的问题 这一下子 这次打海人之间的斗争 完全就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维度 我就不说了 是不是啊 觉得粉条有问题的口衣 觉得没有问题的 生活不易 感谢大家支持 而我们说呀 新机飞其实也没有他的教徒 看上去那么的心地善良与实诚 一切都是为了你兜里的小钱钱服务的 他不挫大钱是吧 几十块钱赚多了 也是利润颇风 其实他视频里面的靠河重燕窝 糖水蜂蜜等等等等所谓的行业内幕 有人仿制出来 其实他做出来根本就不一样 一眼就不是一个东西 就好像九品芝麻官里面的这个桥段 但是没用啊 我们的市场确实有无良商家的存在 这就让新机飞鱼目混出 短短几天就火灭全网 他的短视频账号 二天内就涨粉了450万 成为了一条视频 就可以让某酱油 短短几天内市值蒸发了 庞然大物 新机飞曾经表示啊 他揭秘行业乱象 不是为了流量 更不是为了变现 而是出于纯粹的良知 是真正敢为苍生说话的人 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缺钱但不能缺德 甚至还种出了 被迫害而怒删账号的 这一出骗傻子的情节 请把呵呵打在公平上 然后在2023年4月 新机飞就开始尝试了将流量变现 并通过短视频加IP切片授权的形式来带货 就一时之间还生出了许许多多 有着不同视频的小新机飞 合着你删号只是为了有时间 给不同的小号提供素材是吧 新机飞本人也从发视频回应 自己要做科普打假的工艺的同时 也要挣点钱娶媳妇 但同时会在选品上有高标准 然后新机飞就因为带货问题 被指假冒伪裂而遭遇到了许多知名打假人的实名举报 比方说像刘江 刘江称自己将问题产品送钱了 并且起诉了新机飞新机飞的公司 以及涉事商品的生产经营者等等等等 去年8月打假人王海实名举报了 新机飞代言的奶粉里面有伪劲成分 他们对新机飞代言的骆驼奶粉进行了两次检查 检测结果实锤为有毒有害食品 骆驼奶这个事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新机飞自己说骆驼奶几百这个价位人哪里有好东西啊 然后自己就卖了几百的 骆驼奶几百我讲完之后就没有几个人卖的 唇唇科技很多 当你的配料 燕麦 麦芽胡锦 烙蛋白 卤粉 完了什么铺糖醇 完了一个益生菌 什么卤酸杆菌 那益生菌就是我们像酸奶里面的益生菌 那就没问题 它的问题是什么 它就跟指指墨差不多 它的问题就是它坐在来它不是牛奶 它不是骆驼奶 一股那个小时候吃麦鲤鲤那味 你闻了怎么吃 我就很饿了 自己打自己脸了 在被曝光后 新机飞非但没有向消费者道歉和赔偿 反而采取了报复性措施 疯狂举报投诉王海的视频 请把一个呵呵打在公平上 所以骆驼奶这个事 郭玉玲我个人猜测 最后肯定是死了了 但是这里面绝对有问题 对吧 要不然新机飞方面肯定会跳出来高呼 自己是被冤枉的 恨不得全网 那些小号都发一个 沉冤得雪 现在证明清白了 而这一次之所以没有再和解 可能就是觉得王海之前是收了钱的 怎么这次还来找我掏口子呢 从而选择硬钢 是吧 没完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个人猜测 最后还是那句话 不要相信任何网红直播间里给出的承诺 毕竟只有你自己才会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到底 一家三年之后 我们下期再见